大甲 神教前工作人員想要請一名男子離開 但這名男子仍然不為所動 仔細看他手上還抱著一個嬰兒 雙方堅持不下爆發衝突 場面十分混亂 14號晚上 台中大甲鎮藍宮媽祖繞盡回鸞 就在刑警大甲城隍廟附近時 一名49歲的鄭姓男子 突然站在神教前惡言相向 鎮藍宮的副董事長鄭明昆 以及其他工作人員上前攔阻 隨後爆發肢體衝突 有民眾錄下影片上傳到網路 讓網路循環的遠景發現 直接向廟方查證 並釐清事發原委 這名鄭姓男子表示 是因為服教的程序 才會與廟方人員發生爭執 指控鄭明昆徒手打他腹部 造成受傷要提出告訴 鄭明昆則是表示 對方明明就不是工作人員 而且當時疑似是他喝醉酒 抱著女嬰衝到鑾轎前 不讓人鑽轎腳也不讓鑾轎前進 不只阻礙到隊伍也怕傷害到小baby 因此才會推他出去 並沒有毆打他 要告就讓他去告 而除了副董事長 與鄭姓男子的衝突以外 另外也有兩起衝突事件 警方目前也都介入調查 釐清事情緣由